大家好,我是小乐 今天做的是小丑的金皮,小丑黄 球克曾是马戏团中的顶梁柱 天生的哭丧脸是他成为最棒的哭泣小丑 而这种优势在英俊的微笑小丑色吉 和美艳的杂技女明星纳塔利 加入马戏团后发生了变化 他意识到自己又能转换一下职业跑道 显然,在获得一张永恒的笑面后 他就能在新的喜剧表演中尽情发挥了 球克是游戏里人格分裂最明显的角色 这个诡异的双子座,时而静默,时而癫狂 看上去又挂满了微笑的面积 实际上暗藏的则是另一重悲惨,痛苦的人生回忆 从设计上来说,该套时装的灵感来源于小丑牌 在扑克牌本身的设定中 小丑就是凌驾于大魏王,亚历山大大帝,凯撒大帝,查里曼大帝四大君主的存在 还有最近获得奥斯卡影帝的小丑扮演者华金菲尼克斯 也完美诠释了小丑这一角色 这期就到这里,宝宝们下期再见